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就是这些东西好像... 冥冥之中在召唤我 我从来没有去过我祖先的故乡 我觉得人都必须得去了解自己的耕 透过这次的这个很意外的旅程 我也踏仗这一趟的悬耕之路 那一刻那个鱼就是那条鱼 我也从来没去过我奶奶的部落 所以我回去寻根 用你的五感去接触大致 这些的浪漫跟在海外的医院 这些地医院的治疗 因为在那里的医院 从内部到下来 就把自己解决了 这些医院的治疗 我经历了很多 我认为这些治疗的治疗 所以我认为一种治疗的治疗 我们其实很少有时间 静下来好好听我们周遭的声音 这些是我真的不是过来的 但是我认为了治疗 我认为准备重点重重点 再想起一遍 我曾经在前一天 感谢自然的感谢 我感谢自然的感谢 没有死的时候 我也没办法忠输 我们两个的结合 就是要去做这些事情 使命 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相待着地 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就送太太她嫁给了这个男生的理想 感谢这片大自然的同事 她也很感谢身旁陪伴她 二十几年的老婆 希望你可以平平安安的长大 保护这片土地 莎菲要是我一个印象深刻的一只妈妈 就是有抓回来这边检查 发现她已经怀孕了 过了两个月之后 发现她背着小宝宝出动 这样子 好可爱喔 我也有这个过程 她只要六点多起来 就靠在我的肩膀 妈咪 我也会尽最大的力气 去陪伴小孩 让小孩很开心 所以我觉得 那个母爱非常回答 母爱非常回答 即使她是动物 可是她还是人 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她必须要被广大的看见 其实在这片土地上 还有这样的事情 一直延续跟传承下去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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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得了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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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